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斯克对于川普的支持却让这一切变得复杂 马斯克对川普的拥抱 使得中国官员可能将他视为川普政府的延伸 这可能会影响特斯拉在中国的经营环境 随着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贸易战 特斯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 川普的高关税政策和对中国进口的强硬立场 无疑会对特斯拉的业务造成影响 然而 特斯拉在中国的优势不容小觑 该公司在当地的工厂每年能够生产约100万辆汽车 并且中国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 但马斯克的政治立场和对川普的支持 可能会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与特斯拉的关系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复杂局势 探讨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是否能够持续 以及马斯克与川普之间的联系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作者是蒂姆·西金斯 分析了前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动态 如何可能影响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 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与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如何增加了这一复杂性 特斯拉这家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制造商 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商业联系 这些联系使特斯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了 其他美国汽车制造商难以企及的成功 然而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临近 特朗普若能重返白宫 并且加剧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 那么这种联系将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的专家认为 马斯克对共和党的支持可能会让他与特朗普 第二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中国官员的视角里 马斯克不仅通过资金支持特朗普的连任竞选 还积极参与竞选活动 甚至在宾夕法尼亚州为特朗普助选 反过来 特朗普则频繁在竞选中提到马斯克 并表示愿意在未来政府中 给予他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种关系对于中国官员来说 被视为一种潜在的好处 Sino Auto Insights的创始人图勒指出 中国政府可能将马斯克 视为特朗普政府的一个延伸 这种关系可能有助于 缓和美国对电动汽车和技术的态度 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至关重要 该公司在中国的收入同比增长13% 而其上海工厂已成为 该公司最具生产力的制造基地之一 然而 特斯拉在中国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威胁着特斯拉的市场地位 马斯克一直在精心维持与中国的关系 包括在紧张时期访问中国 并公开反对美中之间的经济脱钩 他强调面谈和交流 对于缓和两国不信任感的重要性 特朗普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紧张 其政府通过提高关税 试图抑制中国商品进口 从而提振美国制造业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并实施更高的关税 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鉴于这种背景 北京的中国领导人正在评估马斯克 在特朗普政府中的潜在角色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系 可以被视为一种策略 迈克尔·邓恩认为 如果这种关系能够为马斯克带来三方互利的交易 马斯克可能从中获得潜在的好处 他指出 中国政府可能会寻求与马斯克达成协议 以维持其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 并可能推动在美国建立新的汽车制造厂 特斯拉的运营已经受到特朗普 可能当选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 马斯克暂停了在墨西哥新厂的建设计划 担心特朗普可能对墨西哥制造的汽车 征收高额关税 反过来 特朗普提出的贸易策略 可能会限制中国制造的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的运营 这对特斯拉在这一领域的野心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马斯克在五月曾批评拜登政府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 并表示他总体上反对关税政策 然而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集会上 马斯克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支持特朗普 这种言辞可能不会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欢迎 总的来看 马斯克与特朗普的关联可能在未来几个月里决定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命运 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 特斯拉在华运营的前景将如何发展 仍然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索更多全球重要话题 敬请期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特斯拉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公司 致力于加速全球向可持续能源的过渡 该公司有 特斯拉主要生产电动汽车 电池储能系统以及太阳能产品 在创立之初 特斯拉的目标是开发高性能的电动跑车 以改变大众对电动车的传统观感 并推动电动车技术的发展 2008年 特斯拉发布了首款量产车型 Roadster 这是一款高性能电动跑车 首次证明了 电动车在性能上可以媲美 甚至超越传统燃油车 随后 特斯拉推出了Model S Model X Model 3等车型 这些车型在市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尤其是Model 3 它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电动车之一 特斯拉通过其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重新定义了汽车行业 其独特之处在于 电动动力总成 自动驾驶技术 以及通过软件更新 来提升车辆性能的能力 特斯拉的 Auto Pilot和Full Self-Driving FSD技术使其在自动驾驶领域 处于领先地位 并不断通过更新提升其功能 在清洁能源方面 特斯拉生产和销售太阳能屋顶 Solar Roof 以及家用和商用电池储能系统 Power Wall和Power Pack 这些产品旨在提供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 并与特斯拉电动车形成能源生态系统 推动向可持续能源的过渡 特斯拉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大量的超级充电站 Supercharger Network 以支持其电动车主长途旅行的需求 该网络的快速扩张和不断升级 使得电动车的长途驾驶变得更加便利 截至2023年 特斯拉已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 并在电动汽车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设有生产设施 包括美国加州的弗里蒙特工厂 内华达州的电池工厂 GIGA Factory 上海的超级工厂 柏林的GIGA Factory Berlin 以及德克萨斯州的GIGA Factory Texas 特斯拉的成功标志着汽车行业 向电气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转变 而其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已成为引领科技和创新的重要人物 特斯拉的存在和发展 不仅对汽车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对全球的能源使用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源于其对当地政策环境的敏锐理解和灵活应对 然而,马斯克对唐纳德、川普的支持却可能让这一平衡受到威胁 川普曾以激进的贸易政策闻名 若他重返白宫 这种政策可能会再次抬头 给特斯拉在华业务带来挑战 马斯克的政治倾向或许在短期内能带来一定的好处 如可能的政策优待 但长远来看 过于依赖单一政治人物可能削弱企业的稳定性和适应能力 尤其是在风险增大的市场环境下 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突出表现是其全球成功的重要支柱之一 随着中国本土电动车企业的崛起 竞争日益激烈 特斯拉需要在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上保持领先 马斯克与川普的关系可能让特斯拉在短期内获得某些政策上的缓和 但中国政府的决策多变且常带有战略性 过于依赖个别领导人的支持未必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 特斯拉应在技术 品牌影响力及本地化合作上持续发力 以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此外 马斯克的政治行动也显示出其对某些价值观的支持 这可能会影响到特斯拉的国际形象 在全球范围内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中立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若特斯拉被视为过于倾斜于特定的政治派别 可能会影响消费者的品牌认同感 尤其是在政治环境复杂多变的中国市场 特斯拉应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灵活和中立 以适应不同地区的政策风险和消费者偏好 从而确保其长期稳定的增长和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Etha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今天的 London 是 prze İş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